我们经常说新年快乐这些祝福的话 对刚刚来到这个演讲台上的个别领袖 我们真的应该给予真心的祝福 如果进入王冠大师俱乐部 那么年薪是超过四亿韩元的 刚刚我坐在后面听到有人抱怨道 董事长我现在已经三十多岁了 年龄这个问题真的让人很郁闷 朱宣华请站起来一下 好的请坐 他从二十岁左右 开始跟着妈妈经营事业 现在还不到三十 年薪已经达到四亿韩元 所以这让我觉得 如果要想成为富翁 与年龄大了成为富翁相比 是不是越早成为富翁越幸运 随着年龄的增长 越来越需要经济上的安定 所以正在经营爱多美事业的各位 如果能够在年轻的时候取得这样的成功 那么享受生活的时间也更长一些 另外 由于我们爱多美事业可以继承三代 因此我们不但可以将爱多美事业继承给子女 甚至还可以将它继承给自己的孙子孙女 因此 我告诉那些年轻的事业经营者 他们可以继承父母的事业 不需要再那么努力地工作 但是他们的回答却是否定的 因为他们计划着 自己的父母要活到超过一百岁 如果自己在七十多岁继承了父母的事业 那么也享受不了多长时间 所以与其这样 还不如自己将事业壮大 我们经常 祝自己好运 但是这些祝福都只是停留在言语上 如何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今天你们来到了充满幸福的现场 很多人觉得爱多美的韩国会员超过三百万 算上国外会员将近七百万人 觉得事业不会再有发展的空间 但是在我看来 这才是认真经营事业的最佳时期 大家可以走到街上 问问周围的人 有多少人知道爱多美 如果随便向身边的路人询问 你知不知道爱多美 大家会发现 仍然有很多人不知道爱多美 事实上 目前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公民 成为了我们的会员 而这些会员中有数百数千人取得了成功 这样计算的话 还有90%的人 可供我们开发 剩下这90%为开发的非会员者 足以让大家取得成功 在公司创立初期 曾遇到过这样的人 公司通过计算机程序 为他们排列出会员号后 抱怨自己的会员号太靠后 表示无法经营这个事业 并向我们反问到 会员号都已经排到50了 还如何再取得事业的成功呢 至少会员号十以内才可以 当时会员号过千 差不多用了一年的时间 现在虽然每天都有数千人申请会员 但在公司创立初期达到1000名会员数 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任饼酒王冠大师的会员号是979 在事业初期会员号过千 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因此可以想象公司一开始 事业发展的速度有多慢 如果在座的各位 有谁一年前开始经营事业 现在会员数已经超过1000人的话 那么应该为自己的事业发展速度 超过公司的平均发展速度 而感到自豪 这时有人懊悔到 哎呀 我应该在会员数量达到1000的时候 开始经营事业 现在开始真的太晚了 当你劝说他现在开始经营 还不晚的时候 他却一直坚持己见 表示太晚了 但是当会员数达到10000的时候 他却懊悔1000的时候 没有经营 当会员数达到10万的时候呢 他却懊悔 没有在会员数1万的时候 开始经营事业 当会员数超过百万的时候 他又懊悔10万的时候 没有开始经营 就这样一拖再拖 一直到有一天 咯噔 死了 变马 所以 有些人总是说 现在开始太晚了 但是并不晚 请大家看看 在多美会员中 真正积极经营事业的人 不到10% 现在聚集的人中 或第一次来参加研讨会 并表示要积极经营事业的人中 在我看来 只有10%的人 决定要为爱多美 拼命经营一次事业 大部分人都只是抱着 顺其自然的心态 所以还有很多 需要我们去开发与改变的人 新年第一次研讨会 希望大家时刻坚信 从现在开始经营 爱多美事业也不晚 这一观点 更何况爱多美是一家 无论是谁 都可以经营的 这样一个企业 且具备谁都可以成为 一号经营者的系统 因为我们的奖金体系 是这样设立的 当金额达到一定的高度 是无法再继续增加的 所以这里每月一亿左右 那么奖金几乎不会再提高 那么即使我在十年之后才开始经营这个事业 最终都是在这里相遇 所以大家今天不开始经营事业也没有关系 你可以今天不开始 或者十年后再开始 经营事业的起点是不变的 但是唯一不同的一点是 如果身边有人从今天开始经营事业 当他越赚一亿韩元 年薪高达十亿韩元的时候 自己要等十年后才能达到他的水平 只是实现梦想的时间不同而已 若想早些取得成功 建议大家先行动起来 有人觉得我五年十年后再行动起来 最终结果都是一样的 对大家没有太多的影响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 如果十年后开始事业的话 可能会取得更好的成就 大家知道在埃多美 创业初期公司环境是怎样的吗 我们公司现在有自己的办公大楼 有礼堂 但是在十年前的创业初期 公司办公的地方是月租房 当时在面积大约120平的办公室里 包括了卫生室 董事长办公室和会议室 物流仓库以及首尔的会议中心 所以我和首尔中心的会员 每天花2000韩元吃饭 公司名字是写在一张A4纸 并贴在门上的 当时的环境就是这样的艰苦 所以那时候想要经营事业 真的是困难重重 现在可能会有人 很多人觉得 真的好羡慕那些早早开始经营事业的人 我记得当时有位会员带来了一位顾客 但是让人尴尬的是公司当时一无所有 对我说 他真的是想尽办法说服对方 并要求一定要去见见董事长 来是来了 还精心打扮了一番 穿着高跟鞋 头发也打理了一番 当我正在向他进行事业说明的时候 他突然问 您是董事长吗 您知道我在什么样的公司上班吗 我们的办公楼是高楼大厦 而且我们公司大楼的门是旋转门 但是你现在让我来这样的公司上班 然后很生气的 就走出了办公室 高跟鞋的声音来自更高八厘米的鞋子 我现在仍然记得当时那根高跟鞋 传出的阵阵响声啊 是一双红色的鞋子 当时那位会员觉得 非常的对不起我 一直向我道歉 事实上 与那位会员向我道歉相比 我对那位会员才更加的感到歉意 他也是真的想尽办法财宝人 带到公司的 当时公司真的很穷 一想到公司会员因为公司太穷了 而受到外界人的歧视 我的内心就久久无法平静 但是即使在那种环境之下 创业出去的伙伴们仍然坚持不懈 最终成为了成功者 这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是他们却一致认为 与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相比 爱多美事业真的很简单 所以如果大家现在开始经营事业 那么大家可以在更好的工作环境中 开展自己的工作 事实上 大家开始经营事业的话会发现 这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因为物美价廉 那么顾客用完后 还会继续再购买对吧 再来看看我们周围认识的人 因为卖给顾客的东西 对顾客没有任何的损失 那么会持续不断的购买 所以说不买那些产品的人 要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 我看不惯那些人赚我的钱 我是不会购买的 如果有这种想法的人 真的应该审视一下自己的价值观 但是如果大家观察周围的人 会发现大部分人还是期望周边的人越过越好的 很多人都是觉得自己用过后 效果是不错的 而且还能帮助对方赚到钱 我应该支持他 如果在这种环境下 经营事业 仍然觉得经营事业难的话 那是因为对事业不熟悉 还不了解埃多美事业的初学者觉得 向对方介绍一次事业就可以了 事实上篮球选手投一次篮 就可以保证百分之百进球吗 就像有的篮球选手因为一次投篮失败 就觉得自己没有打篮球的天赋决定放弃了吗 这样做是不对的对吧 篮球选手也会经常失手 几乎没有一个专业机球手 机球率超过三成或者四成 都是要经过多次投篮才能成功地进球 而且他们是真正的专业选手 所以大家向周围的人介绍 事业的时候大胆介绍就可以 即使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听进去 大家也要不停地介绍 这样渐渐就会有人在听到介绍后 开始关注爱多美 但是大部分事业初期的经营者 不向周围人介绍事业 而是自己在那里苦恼 对方是否愿意经营 之后第二天起床后 就埋怨经营事业很难 不付出任何行动 只在那里抱怨事业难 却从不为如何成为经营者的专家而苦恼 不要一个人在那里苦恼 要大胆向周围人介绍 并要反复地向周围人介绍 那么听到的人会自己做出决定 用不用你所介绍的产品 以及参不参加研讨会 如果只是一个人在那里苦恼 对事业发展是没有任何帮助的 只要大家牢记 向遇到的每一个人介绍事业即可 至于对方是否经营事业 那是他们的选择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自选的法则 经营不经营事业有谁决定 对方决定 那么介不介绍事业有谁决定 这个全在于自己 所以大家只要勇敢向周围人介绍事业就可以 至于对方是否经营事业 全在他们自己的选择 不是所有人都经营这个事业 自己才是成功者 所以介绍的人中有一半 或者10%的人经营事业 那么你就可以取得事业成功 大家只有怀着向10个人介绍 有一个人愿意经营就可以的心态 向对方介绍就可以 另外这对周围的人没有任何不利因素 即使对方没有任何回应 也没有关系 只要大家不停的介绍事业就可以 那么当自己10年后 约赚1亿韩元 并有了自己的专用司机 当那时坐在车后带着自己的朋友 去请吃饭的时候 才是对拒绝你的人最好的报复 那么那个时候 对方会不会选择跟着自己经营事业 那个时候一定会跟着大家经营事业的 所以无论什么时候开始经营事业 是没有任何差异的 今天首次来参加研讨会的各位 在真心欢迎你们到来的同时 结束今天的演讲 谢谢 谢谢